好 那也要跟大家宣布 這次的那個三級警戒 要延長至6月28日 好 那也要跟大家宣布 這次的那個三級警戒 要延長至6月28日 再度提醒整個的強化的措施 請大家務必要遵守 那就是外出全程要佩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 不再勸導 盡於開罰 那停止室內5人以上 室外4人以上 是家庭聚會 那社交聚會 那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移動活動或機會 那營業場所及掐工機關 因落實人流管制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那到各個的營業場所或掐工的機關 裡面一定要遵守 該單位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那自我健康偵測 有症狀應該要就醫 然後關閉 休閒娛樂 觀展觀賽 及教育學習場域 那嚴查不得營業之 休閒娛樂場所 那違反者嚴格法辦 那餐飲一律外帶 賣場及超市 加強人流管制 那民眾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少去多買 一次買足 也不要逗留時間太久 那結婚不宴客 善禮不公祭 宗教集會 活動全面暫停辦理 宗教的場所在暫時不開不開放 那職場及工作促手 應遵守企業持續營運指引防疫的規定 落實個人及工作場所 衛生管理 啟動企業持續營運因應的措施 如異地或遠距辦公 彈性時間的上班 那各個職場 跟工作裡面 也要對於這個員工的生活管理 那還有一些的健康監測要加強要落實 那公共場域大眾運輸會加強勤銷 那醫院除例外 停止開放探病 陪病者卸醫名 停止開放探室 長照機構住民 強化人員及門禁管理 那非必要避免住民請假外出 那持續落實 每日的量體溫及健康檢測 那以上 是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這些相關的措施 要延長到 6月28日 6月28日 那當然也會持續根據整體的一個情況 那做滾動式的調整